早前有报道说政府考虑在施政报告 研究扩大输入外地护理员的规模 以解决本地安劳服务人手不足的问题 但是有反对声音说 担心这个政策会令更多的本地员工流失 现时本港安劳护理员平均月薪中位数是13000元 比起洗碗工还要低 加上工作量大容易造成工作劳损 令不少新人对入行却步 现时私人安劳院社会输入外劳 以应付人手紧张的问题 政府正研究将规模扩展至资助 和非谋离安劳院社 新监安劳事务委员会主席的 肯定会议成员林静才出席电台节目时说 政府会确保在同工同酬的原则下输入外劳 以保障本地员工生计 并认为初期输入的人数不多 只有几百人对本地员工影响不大 有工会代表则认为措施大来的冲击大 会间接令本地人手流失加剧 当这个冲击这么大来到 他们其中一个想法就是离开这个行业 因为没有了前景 因为现在的制度都没有办法改善你工作条件 薪酬和减轻工作风险的情况下 你再输入外劳根本就没有办法扭转 现在的恶劣环境 他又补充外劳的权益容易被剥削 担心实际上未能做到和本地人同工同酬 甚至会被要求无偿加班等等 Live TV记者 陈文勇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